為了贏得比賽 在拳套里加石膏粉 被發洩後 結果被打成了豬頭 安東尼奧 馬加里托是一名莫西哥拳王 因為凶狠的打法和恐怖的殺傷力 被很多拳民所追捧 然而在一場比賽中 馬加里托重拳的秘密被意外揭開 拳台硬漢的人設瞬間崩塌 2009年1月24日 美国加里克尼亞州 38歲的老將蕭爾·莫斯利 向10任的WBA次中難級拳王 安東尼奧 馬加里托發起挑戰 這也是馬加里托第一次進行自己的拳王頭銜 廣告戰 要知道 5個月前 馬加里托移成野蠻的戰鬥 大爆冷門的PKO了32戰 全勝的波多黎哥傳奇拳王庫托 從而登上了世界拳王寶座 走向了人生巔峰 然而在比賽前 莫斯利的教練 納茲姆·李查德森 在休息室 準備為莫斯利做賽前的禪手準備時 無意間發現對手 馬加里托的禪手繃帶上 有一層不明的白色粉末狀的物質 意識到不對勁的李查德森教練 立即向賽事方 悄悄地報告了這樁可疑的發現 隨後趕來的賽事監督 又在馬加里托的儲物櫃中 發現了一小盒同樣的粉末狀的物質 經過檢查這種白色的粉末 就是玉水就會變硬的熟石膏粉 馬加里托的目的不言而喻 就是想通過比賽中用汗水浸食 預先埋在殘手繃帶裏的熟石膏粉 來增加全套的殺傷力 考慮到現場特意而來的觀眾 十英招被抓現行後 馬加里托還是被允許參加了當晚的衛冥戰 然而失去了石膏手霸和加持的馬加里托 被憤怒的莫斯利在比賽中 結結敗退 原本不被看好的38歲老將 莫斯利在比賽中越打越猛 瘋狂的重拳一個接著一個的砸殺了馬加里托 而馬加里托則因為東窗事發即將身敗名利 完全失去了網路的狀態 全身只能站著挨打 到了第九回合 莫斯利抓住了10機 將所有的憤怒化作了一棟輪圈 將馬加里托逼到圍身邊一棟暴揍 裁判健壯即使終止了這場比賽 馬加里托也嘗到了自己人生中 第一次被KO的滋味 賽後拳套里加石膏粉的音招被媒體報道 馬加里托的教練哈維爾·卡佩蒂洛 一個人攬下了所有的責任 而馬加里托本人則是宣稱自己毫不知情 以為只是教練給自己塗抹的一種普通的護手劣質 但加利福利亞州體育委員會 當然也不相信這番鬼話 最終馬加里托和他的教練卡佩蒂洛被吊下了拳擊執照 馬加里托被額外處以近三一年的處罰 當然關於這次偶然的發現 也讓很多全民聯想到此前 馬加里托爆冷KO波多黎各傳奇拳王 庫托的那場比賽 雖然馬加里托一再宣稱這是第一次 但馬加里托的石膏手事件曝光之後 庫托也在網絡上曬出了一張當時 他與馬加里托賽後的照片 這張照片中 馬加里托的殘手前段就因為擊打而裂開了一道口子 但裏面裸露的似乎並非是白色的殘手繃帶 而是非常可疑的灰黑色 儘管一張照片並不能證明什麽 但一些全民還是從馬加里托的職業戰場中 找到了一些耐人尋味的數據 在教練卡佩蒂洛訓練馬加里托之前的17場比賽中 馬加里托的KO率只有41% 之後的KO率直接飆到了84% 而石膏手事件曝光後 馬加里托的KO率又掉回了20% 但這也並不是馬加里托職業生涯的全部 競賽期滿一年之後 馬加里托又宣布重返圈壇 2010年11月13日 在對陣亞洲驅逐艦曼尼帕奎的比賽中 對帕奎奎的重拳打得鼻氣粘稠 眼眶鼓裂 又視網膜甚至是直接脫落 之後 馬加里托又跟之前提到的 波多黎格傳奇拳王 庫托打了一次二分戰 結果這一次庫托一鼓作氣 為之前遭受到和自己一樣不公平 待遇的受害者報仇 向馬加里托打慘不忍睹 最終馬加里托宣布退出軍隊